获得国际六项大奖的纪录片《自由中国》 在屏東市举办非公开运营会 剧中主人工的遭遇让来宾震撼不已 也感到媒体道德的重要性 在第七夜在7月20号正式公播之前提供场地播映 让民众有机会提醒了解中国民众 人活在恐惧之下的真相 新唐人与获奖导演迈克普曼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自由中国》 描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实故事 出席御英会现场的来宾非常触动 我看到整个过程的时候 让我感觉是觉得哇 好触动我的心啊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整个泪就是 就是心纠结然后泪就涌出来那个感觉 让我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 还有这样子被对待那么不公平的人性 很沉重啦 共产党还有这种高压的手段 在不停地破坏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权可原 人民也是没有什么自由可原 当地企业主提供适应场地 呼吁大家共同支持揭发恶行的独立媒体 汇集全民的舆论力量 希望化被动为主动制止迫害 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 当力量一旦主流力量形成 我想应该政府会 可能由被动就会变成很主动的去 正视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啦 大声地呼吁 我们所有的全民 大家要大声地站起来 我们来支持我们新唐人 通过影像揭露中共在光鲜表象下 仍持续进行的血腥迫害 纪录片自由中国 目前已获得国际六大奖项 并准备进军奥斯卡 将在今年七月下旬全台供应 新唐人也在电视简称如林美华 台湾屏东开访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近在国情政策今天上路 市场贪商抱怨 来买鸡肉的客人变少了 罗马网球名人赛 乔哥为其轻松进入八强 游望与西班牙蛮牛纳达尔 进行生涯第35次交锋 知心闪耀的砍船影展 开幕晚宴成了一项传统 米其林心急厨师大展手艺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